很好吃很好吃 大家敲碗已久的根式花丸來啦 這次的東京迴轉壽司 會介紹兩間來自北海道的人氣壽司店 根式花丸跟主打平價壽司的頭力通 下次來東京該去吃哪一間呢 就跟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大家早安 我是三鞭 我們現在在東京的地鐵站內 我們準備要出發去東京車站 今天是久違的東京壽司攻略 這一次我們選擇了兩家北海道非常知名的回轉壽司品牌 跟大家分享到底值不值得吃 好不好吃 或者是排隊時間要多久又要怎麼排隊咧 馬上就跟著我們一起去看吧 第一間就是非常非常有名氣的根式花丸啦 好 再見 前面的這些人啊全部都是比我們早來呢 已經在排隊的手扶梯啟動了 因為大概是10點50分左右 百貨公司的人才會來啟動電梯跟手扶梯 我們要去五樓 然後千萬不要小聰明想說搭電梯 因為搭電梯的人是11點才能過來的 這有多位子嗎 已經進去很多人了耶 那我們現在呢就是抽到號碼牌 就可以來旁邊休息 或是大家也可以來逛逛這間百貨 其實算好逛 它這裡就會有一個QR Code 掃進去就可以看到店家 現在叫號到幾號 其實算方便 過程就是機器有繁體中文 然後掃進來也是繁體中文 完全沒有看不懂的問題 你在幹嘛 嗯? 大家出國旅遊 難免會遇到需要排隊 需要等候等車的時間吧 想要看蠟皮小新註習日文嗎 還是要查下一個景點的資訊呢 這時候呢就要請出我們的乾爹 非常謝謝ShopeShop給我們第二次合作的機會 因為呢我自己真的是非常依賴使用ShopeShop 比如說啊 我最近想要重新開始看死亡筆記本的動畫 只有日本區域的Netflix才能夠看到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因為最近真的是機票越來越貴嘛 跳轉各個地區去查詢最便宜的機票價格 再來就是目前在日本真的是還沒有用到 非常喜歡的網卡 因為大多數時候都還是會有訊號不聞 或者是突然就沒有辦法上網的時候 這時候就必須要連到機場Wi-Fi 飯店Wi-Fi 或者是一些公共空間的Wi-Fi 這時候ShopeShop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CleanWeb 幫我們降低非常多電腦的風險 因為它可以阻擋廣告 擋一些惡意軟體 還有網路釣魚的程式 真的是大大降低電腦中毒的風險 所以對我們這種就是會需要在公共空間 使用電腦的旅行者來說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最後就是ShopeShop的最划算的良點 第一個就是可以無限多裝置使用 第二個就是很重要的 30天內都可以免費退款 現在就趕快去點擊我們下面資訊欄的專屬連結 先輸入我們的專屬就會嗎 登啦 Merry Journey 就可以獲得現在現實的聖誕檔期就會 然後然後還會再多送5個月的免費使用期 千萬不要錯過 趕快去看吧 然後跟我們一起去吃壽司吧 到我們了 好好玩喔 好好玩喔 聽不懂日文就有一點可惜 因為他們都會在上面講一些 限定的魚的食材 或是限定的壽司 然後問有沒有人要有沒有人要 就是 對對對 ください 這樣子 你可以直接在旁邊寫編號 這樣就很簡單 那我剛剛已經先寫了 那我們就從鮭魚開始吃 因為這一間啊 北海道一 魚獲新鮮知名的壽司品牌 鮭魚看起來真的是很肥很油亮 來吃吃看吧 鮭魚的表現超級好耶 魚肉很新鮮彈牙 然後又很富有油脂 稍微可以理解為什麼可以排這麼久耶 來吃吃看鮭魚 我覺得以一般的鮭魚來說 它的口感是新鮮綿密的 魚肉的甜味是差了一點點 可是吃得出來是還蠻新鮮的鮭魚啊 關於是95分的話 鮭魚的分數 我覺得大概是給大概80到85左右 那就吃吃看它其他鮭魚的表現 這個本尾啊 算是限量魚貨 就是它在上面叫賣 然後就是 欸其實我說你要你要就可以拿到 這個的魚油的香味 所以就比一般的鮭魚要多非常多 吃進去真的是鮮甜 口感也是很紮實的 嗯 就是很新鮮很好吃的鮭魚 這一盤是480 那我就會點還是點鮭魚好了 呵呵 再來吃這兩個 一個中腹一個大腹 拿的是鮭魚中腹 油花超級漂亮的 中腹就非常非常的油花充足耶 吃進嘴巴裡是油會整個在你嘴巴裡面 擅開那種程度了 價格是360 我覺得比剛剛的更划算 那大幅我覺得好難想像喔 光看表面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油花比翼非常的高 拿出來推廣之前呢 講得超級多 很擅開人心的話 你剛剛有聽到嗎 大家講什麼 講說哇這個今天最好吃的對不對 我跟你說完全沒有肉的口感 油香在你嘴巴裡面擴散然後融化了 520塊我覺得超級划算 因為這麼高級的食材 這在回轉壽司基本上是很難出現 甚至是油帶我覺得 如果你是怕吃魚油的人 會有一點怕的那種程度 這個的話呢是真鯛 吃起來魚肉還是會覺得是新鮮彈牙的 可是煎甜的感覺好像稍微少了一些 但還是很不錯 我覺得花枝也是可以蠻清楚吃到好不好吃 新不新鮮的一種食材 就花枝的表現比剛剛鯛魚表現好非常多 很新鮮的口感 甜味很濃厚 嗯這個花枝很不錯 它干貝的份量我覺得給的蠻夠的 吃起來非常的有份量非常的厚實 我覺得甜味好像還是差了一點點 可是才360塊一盤 所以我覺得好像也還可以了 那我們會點甜蝦 就是它怎麼好像比其他回轉 是看起來更空潤彈牙的感覺 它甜蝦真的很好吃耶 但真的跟外表一樣吃起來特別彈牙特別膨 以沙子來說好好吃喔 是一個比較普通的品香 可是卻吃出很多超出預期的口感 這個也很值得吃耶 我們最後再點一個它很有名的那個 花孝蟹好了 它的蟹肉給的很澎湃耶 雖然這一盤也不便宜 看它香蟹好清甜 肉好厚實豐富了 很好吃耶 它是熬耶 前吃看它的蟹肉 它沒有因為泡在湯裡面變得很柴耶 它吃起來還是滿有蟹肉的香氣耶 我以為這種湯裡面的蟹肉它就是一個配角 可是沒有想到意外還滿好吃 你看它的湯 蟹味很香 我覺得有一些台灣人可能會覺得偏鹹 因為它就是日本味噌湯的那種鮮度 這個點起來就真的覺得滿划算的 那最後就是我每次回轉壽司 都一定會點的茶碗蒸來個收尾 它裡面是沒有什麼特別的食材 吃起來整個還是鮮味很夠耶 清甜清甜的 我覺得味道好像跟平常吃到的茶碗蒸 有一點點不一樣 不知道它是加了什麼樣的東西 讓它味道好像變得滿有層次的 這是什麼味道好熟悉喔 還有點回甘回甘 這個吃完我還可以再吃一家 就整個都舒服起來了 那我們今天這樣吃下來啊 總共花費金額大概是5600日幣左右 算下來可能是台幣一個人500、600這樣 現場來排隊抽號碼牌或是怎麼樣 等一到兩個小時算是正常 不過我覺得這間有一個優點是 因為它抽完號碼牌以後 你是可以離開現場的 那整個吃起來啊 我覺得它在東京的回轉壽司裡面 絕對有資格排得到前三名 值不值得來吃我個人認為是 我一定會再來 跟我們上一集的上一集在這邊 大家可以去點或是在這裡 如果是這幾間底下來的話 我自己個人會稍微覺得 郭美麗燈雖然是它的名氣非常大 可是目前我會把它排在比較後面一點點 更是花環它的特色真的是魚類的品種啊 非常的豐富之外 可以吃得出來它的整個食材都是非常的新鮮喔 可能海膽是冬季沒有的 那它現在可能就沒有海膽的這個食材 但是我相信一定有的人還是會覺得 欸來了沒有想像中好吃 因為我覺得魚類這種東西它的口味 本來就是隨季節在變化 算是舒服的用餐體驗喔 雖然人很多 推薦 再帶大家去看一間也是被害到來東京的品牌 接下來我們來到位於池袋JR西口的東500或11樓 相較於根式花環 投利通的知名度沒有那麼大 但也是很多日本網友推薦的 以被害到新鮮魚貨出名的店家 我覺得等候的時間大概是一個半小時左右 大家可以自己抓的時間 因為這附近其實蠻好逛的 然後樓下就是UNIQLO 買完UNIQLO回來吃就剛剛好 很適合安排 就是鮪魚的三種組合 然後鮭魚 鮭魚腹 然後是北海道最有名的那個魚 甜蝦 松葉蟹 茶碗蒸 跟三種聖盒 來吧 看 看起來怎麼樣 那我就先從茶碗蒸開始吃吃看 剛剛是茶碗蒸結尾 現在是茶碗蒸開頭 蛋香味是比較夠的 蠻鮮甜蠻好吃的茶碗蒸 但是因為剛吃花碗它的茶碗蒸實在太特別了 但這也還不錯 喜歡吃蛋香口感的茶碗蒸 這間的茶碗蒸就真的蠻好吃 來看下一個 就先從鮭魚開始吧 鮮甜的口感差了一點 可是他們的鮭魚是好吃在肉汁非常的厚實 吃進去魚肉的口感非常的足夠 硬要我選 我可能還是更喜歡跟樹花碗的鮭魚一點點 可是這個沒有不好吃 它整個吃進去是 哇好飽足好厚實的口感喔 他們的價格是 比較便宜一點點 所以這個品質我覺得也OK了 接下來就換這個鮭魚褲來吃吃看 它的油花看起來是非常的漂亮喔 整個油香氣非常的足夠 我覺得他們的魚肉其實吃起來也可以吃得出來是新鮮 然後品質非常好的 可是我總覺得好像那個 鮮甜的口感都是差一點點 不確定是不是鮭魚的關係 它只比一般的鮭魚貴大概80塊日幣 CP值非常高 追求CP值的人就可以點這一個 我覺得他們這邊比較划算的就是 他們有非常多類似這樣的三種組合 是可以吃到比較多種的壽司 可以留肚子 不用每一種就是都吃兩罐這樣 先從中腹開始吃吃看 看起來是中腹的顏色 可是幾乎真的是沒有吃到鮭魚油的香氣你知道嗎 算是微雷喔 微雷的程度 再給它一般的鮭魚一點機會 我來吃吃看 味道沒有特別的突出 可是也是算好吃的鮭魚 肉感很紮實 香氣也還OK 然後它就是跟跟蘇花碗 我覺得是差不多水準 大家可以單點一般的鮭魚 呵呵呵 先吃甜蝦好了 因為剛剛也有點甜蝦 只是用外觀來判定的話 稍微有一點鬆散的蝦肉的感覺 喔 稍微比想像中好吃 兩邊就是各有優點 這邊的話是蝦肉比較綿密的口感 然後甜味也很足夠 跟蘇花碗是比較偏向Q彈一點 甜味的話好像差一點點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這個北海道美味三組合 這個花孝蟹均店啊 它的份量我覺得跟跟蘇花碗比 其實是真的差不多 甚至可能有更多一點點 它剝的蠻碎然後堆的蠻高的 我覺得它的蟹好像比較好吃耶 因為跟蘇花碗除了清甜以外 好像沒有太多的口味跟口感 那這個的話蟹肉是吃得到嚼勁跟Q彈 也有很濃厚的蟹肉的香氣 這個咧就是北海道特產的魚火鍋 那因為我自己是超級喜歡吃火鍋的 通常都是吃烤的 然後這一次是第一次吃到生的火鍋 有點期待又有點怕受傷害 它現在是烤的比較好吃 我覺得它的口感真的是很紮實很好吃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沒有什麼魚肉的甜的感覺 因為火鍋烤起來好像會把它魚肉本身 油烤出來 可是生魚片好像差一點 再來咧就是這個松葉蟹壽司 它在菜單裡面寫說是推薦 然後我就想說來點點看 味道是還不錯的 就是有甜 可是感覺整個肉質是比較鬆散的耶 以松葉蟹來說它價格是363日幣 是還OK 可是我覺得沒有到達我的期望耶 我們上次吃松葉蟹壽司 是在網走那間回轉壽司嗎 如果要跟那一間比的話 我覺得真的是差的蠻多的 最後我們再點一個湯來試試看 它的味噌湯我覺得比較味道 是對外國人比較友善一點 不會那麼鹹 然後又有一點點海鮮鮮甜的味道 料的量不算太多 剛剛覺得那鮪魚中腹真的是不太能接受 然後另外我們就有在做單點 發現它單點的鮪魚中腹 跟組合的鮪魚中腹 品質看起來差超多的 光是外觀就差很多 你看 因為我剛剛其實已經吃了另外一個 這個是布鹼的 有推薦單點嗎 沒有耶 他們的鮪魚表現應該要再更好一點的 以這個排隊的長度來說 來吧 給你吃吃看 這一間我覺得 以一般的情況下來說 其實算是CP值還不錯的壽司店 因為我們這樣子吃下來的話 大概是4800日幣左右 那換算下來 一個人可能大概是400到500台幣 就吃得滿飽了 可是我覺得它整體的品質 就稍微沒有這麼好 還要再加上一個要素是 這一間店啊 抽號碼牌 我們大概也是排隊等了一個半小時左右 雖然中間可以到處逛啦 以根絲花丸它等候的時間 也是差不多兩個小時左右來看 我會覺得根絲花丸真的是 更值得再花多一點點錢去吃 一個是比較精緻 一個是比較平價 然後CP值高的路線 那就看大家各自怎麼選擇啦 這一次呢 也非常謝謝Sherp Shark 可以給我們這個機會 拍這個美食攻略給大家 如果大家還有想要看什麼日本美食呢 留言告訴我們吧 還有資訊欄有折扣喔 掰掰 下次見 以上分享的兩間迴轉壽司 大家下次來到東京 不妨都可以去試試看喔 還想要看我們評比更多的東京迴轉壽司嗎 趕快留言告訴我們 你的口袋名單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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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